侍卫尔杰在僻静处等待心仪的姑娘附会 不料等来的却是侍卫总管 干嘛呢 聪哥 你来这干什么 等谁呢 等着奉秦叔吧 我让他搜你 你给我跪下 总管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可以解释的 总管 你给我解释啊 赶紧的 把他身上那东西拿出来 半斤 把东西拿出来 总管 总管 你听我说 我可以解释的 你给我解释啊 总管 呀 月上烧头 你个够有心的呀 小姐 总管 你听我说 你把他抬起来 抬起来一个乌龟一样 说吧 说说说 怎么回事 总管 和他 青梅竹马 我 自想门当户对 情窦初开的时候 便理所应当地 定领引擎 后来 不曾想过 我父亲遭了难 架头重落 但父亲居然把他送入深宫之处 我便拖了父亲的旧事 追到了宫中来 谁料得到 再次得到他的消息 竟是皇上给他赐了婚 总管 他 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辜的 都是我的错 你把我装毙 你把我砍死都可以 他是无辜的 你 你说什么 皇上给赐了婚 谢彬彬她很勇敢 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她说我追的这个女孩 她是皇帝赐了婚的 本来以为事件小时 那我 这就是个巨大的事件 你给我跪下来 皇上已经赐了婚 偏口欲言 你把我扯进来 这个事件在我们面前 那我们就必须 见招拆招 就得有各种 复合那个人物的反应 她喜欢个姑娘怎么了 你没干过这种事啊 你讲讲你那些 乱七八糟的事 然后 另外一个事位 她还该怎么样 我从前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的 可是你要知道 这是功力啊 人间可畏啊 几千双眼睛盯着你 你知道那种爱 你是没办法说出来的 张天宇很稳 而且眼神坚定 就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我不懂爱 我不懂爱 那种每天早上一见面 就一辈子也不想分开的那种爱 我不懂啊 陈伟 你要被姑娘给伤死 你知道吗 但凡要是被外人看到了 你要掉脑袋的你知道吗 张天宇并没有让我感觉到不符合人物 是那个跟他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 比较有诚服的那种小年轻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了 从我个人来讲 我更加稍微欣赏 那么稳那么一点点的人 不好意思 去天宇为什么我们都要给你的 觉得因为你突然间出了一个 比较有阴气的男人味的 又回到这个角色的人物上面去的 厉害 我们下来点赞 那些人吗 你不是我的 真人吗 我不是想得你 我来点赞 不许是 我会这样的 我都要给你 我都要做什么